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欢迎来到环球追踪的时间 我是叶不乐,我们先看看隔晚美股的表现 华尔街股市急挫,健康护理及工业板快向下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跌200点,收下17776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46点,收下4900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跌18点收市,收下2067点 例计头一季,导致跌0.3% 终止了年升三季的走势 而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分别升了0.4%和3.5% 在连续第九个季度上升 再来看看美国预托证券价格和本港造价收市比较 个别发展,见到汇控折合港元低0.9%收下66.05元 而中移动就低0.15% 中海油高0.52% 中石油高0.15% 联通高0.28%收下11.03元 中人秀高0.76%收下34.06元 中石油都较本港收市价高0.62% 希腊和债权人谈判仍然交着 欧洲股市借势回落 三大股市都跌大概百分之一 见到伦敦富士100指数跌118点 收在6,773点 法兰克福DEX指数跌119点 收在11966点 至于巴黎客指数跌49点收市 收在5033点 伊朗核问题谈判期限界满在绩 加上美元转强 又加下跌 纽约5月份期又跌了1.3% 收市收在47.06美元一桶 而伦敦布兰特5月期又跌1.08美元 收在55.01美元 而累计3月份跌幅大约11% 而首季跌了3.9% 至于外围金价连跌第三日 美元强势是拖累金价下跌的主因 看到纽约4月份跌了1.6美元收市 收在1,183.2美元 而累计3月份 金价跌了2.5% 已经是连续第二个月下跌 最后我们看看美元汇价 港元7.7545 日元119.7005 欧元1.0755 英镑1.4836 瑞士法郎0.9701 加元1.2677 澳元0.7639 纽西兰元0.7457 至于美国国负债券的情况 10年期债券知识率报1.93厘 30年期债券知识率报2.54厘 環球最终的时间先到这里 以下的时间加分给直播室 好,谢谢Vior格 这早上有我,謝美琪 以及我们的高级分析人员 梓希Herry和我们跟进外围方面的情况 Herry早晨 早晨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 恒指今的竞价时段升了54点 在24,955点开始 现在这刻 继续升47点 做24,948点 内地股市方面 三大指数暂时向上 上证方面 看到升1点 做3,749点 跟进A股和港股情况之前 先跟你跟进外围方面的情况 刚才美股方面 刚才也听到 道指方面要跌200点收市 跌幅都超过1% 除了健康护理板块和工业板块下跌之外 外围方面的消息 希腊债务方面的谈判 又没有什么进展 加上大家都担心 下星期将他们美企方面的业绩期 其实这个因素会不会困扰 之前说的美国方面的经济 继续下行 其实对于美企方面的业绩 会不会真的拖累得很多 对了 如果你说看美国股股表现来说 其实都有几个不明流因素 困扰整个股市 始终如果你说看 昨晚美汇又升过上去 令到投资者也有点担心 就是说未来的柜绩表现 因为汇价有一些回对的损失 而且为何美汇会有一个声势 因为再之前说的 本身有联署局的委员 也说到很实在 他都觉得未来6月的加息 机会是比较大一点 所以美汇指数就抽上去 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一些油价又倒下来 因为本身和伊朗的谈判 好像有些进展 市场比较担心 就是说如果伊朗的供应 一增加起来的时候 会令到油价也有一个 比较下行的压力在翻渡 所以那些油股又倒下来 对于本身外围市场 我想面对美股最大的风险 其实都是一个加息的预期 因为本身有几个劳动数据 今晚会有ADP的私人就业职位 而未来星期五 也会有3月份的失业率 和非农业新增职位的数据 今次出的数字 又是27至30万 其实大体上 大家都会炒定加息上来 所以对于加息的预期 一有一个增加 美汇又扯上去 见到商品价格方面 又会跌下去 对于股市的气氛上 一定不是很好的消息 所以美股来说 我相信 道指或三大指数 纵使第一季表现 道指是一般的 但其余那两个 纳斯达克和S&P 都还在升 是否可以在第二季违尝 我有点懷疑的态度 暂时来看 都是一个比较上落的架构 美股方面三大指数 首季来说 就有个别发展 但欧股方面的一面向好 看到欧洲股市 首季来说 都升了一成七 其实后市可不可以继续看好呢 为什么首季升得那么好呢 都是说就是放水这个动作 其实都是做了一个月 成效是否真的那么好呢 我觉得 就有点资金炒定先 股股的形势 初步在大环境上 应该是会做好一点的 始终 接下来欧洲央行 都会至起码 都会做到明年的QE 另外一方面 我反而 大家要留一留意 就是希腊的谈判 会是一个比较近期的 可能性的黑天鹅 这方面 究竟 当中是否会有些反复的情况 我不相信会谈不上 但是反复的情况 会令到希腊 甚至是整个欧洲的投资气氛 可能会有少少的震荡在那里 再加上英国正在大选中 所以本身未来 想面对的不明流因素都依然在那里 所以欧股大体上 很笼统地说 会是一个向上的格局 只不过是因为QE 而实际 如果你说可否持续上升 都要看看 QE期间里面 经济数据会否做好一点 最后短时间和你谈谈油股 油价方面的走势 看到又再急跌下去 其实油价是否持续 有少少的反弹 始终没有什么扭转 就是下跌的势头 会否可以有大少少的反弹 我也觉得今个月看 向上的格局是继续到的 但是短期来说 伊朗的核谈判 其实结果是怎样 很难预测 会不会多谈一阵 而另外 油价近期这两天 又跌下来 就是因为市场也消化了 之前的也门凶杂的消息 其实它还在炸 但是未来的形势上来说 会比较反复一点 但是今个月 我看盘路 或者是持仓的走向上来说 其实油价要夹上去 就是回到之前的高位 我仍然在看这个方向 好 谢谢Harry 对于外园方面的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开市感乐 和大家跟进 就是港股 以及A股方面的最新表现 港股现在升54点 还在24954点 对于是国家 老尾